星光大道經歷三年多的改造工程 日前終於重新開放給香港市民 和無名媚欣賞手印的遊客 為了隆重歧視 重啟儀式上邀請了鄭玉玲 吳君如 無信君 羅蘭 和葉童共五位影后吸人馬出席 還即場為他們完成打手印儀式 必具意義 都姐都覺得非常榮幸 我也覺得是一個榮譽 他們隔了三年 現在再開 我也有份放過手印 我覺得是一個認同 那有沒有想過再參演電影呢 可能就不會住了 當然 所有事情都永遠都說永遠 將來如果有一個很好的 我很喜歡的劇本 都未頂的 因為君如之前都敲了很多前門 他今天有沒有再問你呢 有 他經常都這樣問 不用當他是認真的 雖然都姐享受目前的工作 未有計劃拍新戲 但是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都姐透露已經籌備新一輯的綜藝節目了 現在正在安排著 就不會購物了 因為購物我們都做了兩次了 再來可能是做另外一些東西了 就要保密嗎 要保密 甚至今天都還在談 但是大家很快可以看到 是不是都是跟農夫合作呢 對 一定他們不甩 對 一定會貼著你 是不是 羅蘭姐永不言憂 到現在仍然深秀年輕一輩的喜愛 真是非常難得 近日他還和毛姐一起拍歌舞片 不過不說不知 原來同樣好戲的葉童 竟然從未同過兩位前輩合作 會有特別大壓力嗎 就是有手印的時候 因為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榮譽來的 但是不會有特別大的壓力 都是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做到自己最好的 做自己最好的 盡力做 所以都是一直都是這樣 那跟葉童小姐就比較少同場合作 我們好像少啊 我們沒有合作過 我們三人都沒有合作過 是不是希望同一次 就是battle一下 切除一下演技 好啊 希望有機會 是 君如亦表示 是星光大道第一手印 和羅影后一樣開心 這日他還特地帶女兒 來見證這個這麼感動的時刻 說到相隔多年再次來到海旁 他就有很多昔日趣事要分享 我覺得這個大家庭 這個娛樂圈 這個大家庭又很溫暖 我今天見到那個星光大道的 每一個手印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大家庭那些人很相親相愛 就是好像我們小時候寫的那些畢業寫紀念冊一樣 就是見到一些很熟悉的字句 今天見到很熟悉的臉孔 我覺得這個大家庭我能夠進來 我覺得我好榮幸 上一次到達是何時來的 隔了多少年 我真的覺得很久 我們以前很流行在尖東海旁 拍戲和跳海 尖東海旁曾經在港產片裏 我們脫不少腳毛 喝醉酒又說要尖東海旁 我想我拍了很多戲 都是尖東海旁發生 君如近年多了參與電影的幕後製作工作 但是他仍然熱衷於幕前的演出 早前他就為台灣天后蔡依林的MV 出現《紅樑一角》 令不少粉絲非常驚喜 很開心他邀請我 因為他一直都說他很喜歡看港產片 很喜歡看我們那些港產的喜劇 其實他一直都想有個構思 和港產片致敬 一直都邀請了我兩三年 但一直都時間撲合不到 這次他又出了一首歌 導演又想到很有趣 這陣子就因為開始放假了 過年就可以過去拍 你有沒有真實做《恩緣大師》 介紹給他一些 唉… 《恩緣》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可以強求的 即是天后就有天后的眼光 我想他心聲也說了出來這首歌 希望他早上找到好的男朋友 好情人 好啊 謝謝大家